今天老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一起发生在陕西这样的一起案件 说的是一个灭门惨案 在一夜之间八人被杀 美女主妇这个人头还被凶手残忍的砍了下来 这一起惨烈的灭门惨案 歹徒不仅仅将两家人全部杀光 把这个美女头看下来丢在了臭水渠里 可以说手段是极其的凶残 似乎同这两家有着不共戴天的大仇 这一起疯狂惨案的背后 却是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 坚持到奸情强奸入狱报复等 在九十年代末 在这个陕西商路的一个白山村 发生了一起惊天的灭门惨案 这个白山村背靠大山 在不富裕的县城倒也不算是很偏僻 村子距离乡政府所在的镇 开车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到县城的话 沿着山路开车 也就不过是十几二十分钟的事情 话虽如此 在这种大山中的村子平时基本上是没有外来人口进入的 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 都是几代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 很多还有一些姻亲的关系 要说这个小山村 治癌还是不错的 偶尔有一些小偷 小摸的事情 还有一些什么打架 吵架的小事 从建国以后 这里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刑事案件 可是这一切 在八月份的一天 完全就被打破了 当天清晨六点多 张大爷扛着锄头 就下底干活去了 出门以后呢 张大爷顺着这个村里的小路去走 他家这个菜地呀 距离这个村子不远 不行 只要十五分钟就能走到了 然而张大爷 走到这个村子里的杨家门口啊 突然就愣住了 为什么呢 杨家的大门虚掩着 也许这家人呢 也下地去了 但是奇怪的是呢 杨家门口的排水渠里边呢 扔着一个血肉蘑菇的东西 张大爷看呢 感觉好像是人头 不对 是猪头 诶 真有奇怪了呀 从来没听过谁家养过猪啊 况且乡下人节省 那猪头也是下锅煮了 然后也吃掉啊 这老杨家从来没养过猪 杨家的当家人杨磊呀 虽然这个收入挺高的 平时生活很节俭的呀 怎么可能随便把猪头给扔掉呢 张大爷一边琢磨 一边啊 就向前走 这时候 他距离那个猪头啊 越来越近了 突然之间 张大爷一个跟头坐在了地上 手上锄头 也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时时间 他感觉到浑身发软 就想大声喊叫啊 但是 他因为眼前的场景 惊恐的根本就发不出声音了 为什么呀 面前的哪里是什么猪头啊 个人就是一个人头 是一个女人的人头 还留着一头的长发呀 张大爷赶紧去报警 先生民警啊 开着车 沿着山路 就迅速地赶到了村子 面如死灰的这个村长啊 等在村口 就把民警啊 直接带到了老杨家门口了 这杨家的男主人 叫做杨磊 是本村的农民 他有一个哥哥呀 叫做杨洁 住在村里 几年离了婚 带着两个上初中的女儿生活 杨磊自己结婚四年多 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杨磊家的条件呢 在这个村里边 那相当OK的 得说排行第一 属于呢 混得很好的那种人 所以呢 有钱人 就不怕没女人呢 杨磊也是走了桃花运 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媳妇 叫做玉彩娟 这个玉彩娟啊 是林村人 和这个杨磊啊 是经过亲戚介绍认识的 玉彩娟长得非常的俊俏 长发飘飘 皮肤白皙 前途后翘 在这十里八乡 那可是大美女一个呀 但是这个玉彩娟的缺点呢 是没什么文化 小学都没上完 有些字啊 他都不认识 人呢 也是有一点愚昧 但是呢 杨磊呀 可挺符合玉彩娟的需要 为什么呢 第一呢 这个杨磊 长得比较矮笑瘦弱 为人呢 叫为憨直 更为重要的是 这老杨磊呀 有这个祖传的 药农的手艺 得靠大山 杨磊和他大和杨杰呀 都学会了父亲的一些 药农的知识 可以使用几种中药啊 治疗疾病 所以呢 杨家兄弟在这个县城啊 还有一家叫真所 一年只做几个月 因为药材呀 只是在这几个月啊 才能采摘 即便如此 杨家兄弟的收入 在这乡下呀 也算是不错的了 本县呢 甚至啊 是本市的一些病人呢 都是慕名啊 来找他看病 第二呢 这个玉彩娟啊 没有父母 依靠爷爷 抚养他长大 现在的玉彩娟 必须啊 给爷爷养老 那如果 娶了玉彩娟 就必须 把他爷爷接回家了 这里的村民呢 大多呀 都比较自私 当然是不愿意的 平白的 多养个老人呢 杨磊的条件呢 是非常不错的 哎 所以呢 他并不介意啊 帮着这个 他的老婆 去养他爷的老 于是呢 这个 杨磊啊 就抱他美人归了 这时候 杨磊啊 已经 惨死在了家中了 头上和脖子上 都有四五道 被劈砍的痕迹 其中一斧子呀 把他颅骨 都给劈开了 脑腔似箭 看来 歹徒力量 非常的大 出手非常狠毒 一定要置人于死地呀 普通现场民警啊 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 好在呢 差不多在十五年前呢 本市呢 发生过另一起特大 连续杀人案 震中了全国 哎 也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 龙志民案 所以呀 几个劳民警啊 看到过很多呀 杀死几十个人的那种血腥场面 所以这个时候还算支撑得住 杨磊家到处都是鲜血呀 杨磊和三岁的女儿 还有九岁的远方的侄子 全被杀死在卧室之中 更加可怕的是啊 妻子欲彩卷尸体 也倒在房间里 但是却没有了人头 只剩下了一具躯干呢 根据现场分析 他们是在看电视的时候 被人突袭的 歹徒呢 应该是手厨 手持啊 一柄斧头 首先批到了杨娟 批到了杨磊 又砍死了玉菜娟 剩下两个孩子太小 吓得不知道逃跑 也被歹徒先后的 砍死在了房间之中 小小的房间里 到处都是凝固的血浆 还有这个血浆和脑浆啊 非常的吓人啊 在一侧的柴房里 民警呢 就发现了玉菜娟 七十多岁的他爷爷的尸体 看来这个老头呢 还算是比较聪明 发现歹徒杀人 自知无力抵抗 就躲住了柴房之中 可是这个歹徒明显的目的啊 就是来杀杨磊全家的 他四处寻找 最终就在柴房之中 把这老人呢 给劈死当场啊 可以说这歹徒的手段 是极为凶残 不像是普通的杀人犯 你说一般来说呀 冤有头 债有主啊 就算来寻仇 杀死几个成年人就算了 为什么连孩子 要一起杀掉呢 显然呢 歹徒似乎 和杨磊家有什么冤仇 就是来杀他全家的 一个都不留啊 让民警感觉到 颇奇怪的是 你说全家五口被杀 却只有玉彩娟人头被歹徒残忍的砍下来 扔到了门口的臭水区当中了 这一点呢 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你说歹徒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把人都杀死了 何必做得这么绝呢 难道他和这个玉彩娟 有什么刻骨的仇恨吗 就在民警检查杨磊家的灭门惨案室 突然之间呢 这村里边又传出了一片叫喊声 民警们急忙赶着过去 又发现了另一个案发现场 杨磊的哥哥杨洁 也被人杀了满门 杨洁穿着裤衩 被人砍死在了床上 鲜血将被褥全部都浸透了 看来当时呢 杨洁是正在睡觉 刚刚坐起来 就被人砍死当场 而杨洁的两个中学生女孩 也被人杀死在客厅之中 美人头上脸上 都被砍了好多下儿啊 看来 他们也是在看电视的时候 被歹徒所杀害的 歹徒似乎已经陷入了 狂暴的状态 杀死两个女孩之后 甚至是砸碎了电视机 这样一来 杨磊和杨洁两兄弟 两家人都被人给灭了门 一共杀死了八口人 由于损失太多了 县城民警就慌乱了这个阵脚 赶紧向市里去报道 市局一听说 什么 两家八口人 被人灭门了 也不敢擅自处理啊 赶紧 继续向上一级部门 向省里汇报 于是啊 一瞬间呢 连中央都知道这一期 特大的灭门惨案 相当震动了 由于这个案件的影响非常大 专门警方就组成了一个专案组 开始进行案件的侦破 经过警方的查看 这歹徒似乎不是一个惯犯 在现场留下了不少证据 现场到处都是歹徒的脚印 倒是没有留下什么指纹 根据线索分析 歹徒啊 对杨磊和杨洁两家 可以说是极为的熟悉 这个歹徒踢开大门之后 直奔有人的房间是乱砍乱杀 没有耽误啊 一点点时间 杀死了一无人之后啊 歹徒呢 立即转去另一个房间呢 开始进行屠杀 杨洁家全家呀 被杀害的时候啊 歹徒呢 先劈死了这个家里两个女孩 随后呢 立即就冲到了卧室里 将准备起床查看情况了 杨洁给砍死 杀害这三个人呢 前后相隔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杨洁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抵抗 而这个玉彩娟 他的爷爷 藏身的柴房 非常隐蔽 房间里东西很多 可是歹徒却轻松的找到人 一斧子就把老人砍死了 说明啊 他对杨家是非常了解的 杨家的财务呢 并没有失窃 不是抢监案 或者盗窃的案件 虽然这个现场有一个女青年和两个少女 但是也没有人被强奸 也不是一个劫色的案件 那如果是变态流窜的这种变态狂杀人案的话 那他不可能对本村的情况这么熟悉啊 看来呀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报复杀人满门的案件 话说 你说这么疯狂的灭门歹徒 究竟是谁呢 很多呀 这个村长呢 首先就提供了一个线索 当年呢 把这个玉彩轩啊 介绍给杨磊的媒人呢 就是村长老婆 他们呢 有一个转弯的亲戚的关系 村长老婆就提供线索了 和这个民警说呀 民警同志啊 有个事情 我要反应 这个杀了玉彩轩前家的 可能是他前男友石某 民警说了 石某是什么人呢 村长老婆说了 石某啊 是玉彩轩同村的一个小伙子 长得很阳刚 一米八五的个子 我听说两个人一同长大 感情很好 玉彩轩 小时候 爸爸就死了 妈妈丢下他跑了 完全呢 靠他爷爷扶养长大 石某呢 从小就照顾玉彩轩 像哥哥一样 还为他呀 打过好几次嫁 从很小的时候 玉彩轩就说 要嫁给这个 这个他哥哥 嫁给石某 做他老婆 只是啊 尽管呢 月会圆 人会变呢 成年以后 玉彩轩就嫌弃 石某家太穷了 怕嫁给他会吃苦 就脚踩两条船 四处相亲 后来 他干脆呀 就嫁给了杨磊 杨磊家呢 要富裕的多了 不是那个石某的 那个穷家可以相比的 后来呀 玉彩轩 用杨家的钱 在县城里 开了一家服装店 就做起了老板娘了 村子离县城不远 玉彩轩啊 心情好 就去看看店 心情不好呢 就在家里呀 吃吃喝喝的 他不用干活 手头又宽裕 日子过得很好 那个姓石的呀 被甩掉之后 气得是咬牙切齿的 发誓就要报复 棉井说 那谈恋爱 被甩 应该是很寻常的事情啊 不值得杀人全家吧 况且呢 要是杀 应该是当时杀吧 玉彩轩 都结婚五六年了 怎么这个时候来杀 这不符合常理啊 村长老婆就说了 静观呢 你说呀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我自己呀 都是最近才知道的 其实那个姓石的 和他分手的时候 玉彩轩啊 早就和他发生过关系了 还怀孕了呢 有了那姓石的孩子 玉彩轩 为了和杨磊结婚 偷偷把孩子打掉了 这个事啊 只有他和他表妹两个人知道 他表妹 只告诉了自己丈夫 结婚啊 今年 这个过年的时候 他丈夫喝多了 就把这个事啊 和他关系不错的石某说了 石某一听 不然大怒啊 认为玉彩轩是害死了 自己的孩子 几次啊 去县城服装店呢 就找他算账 玉彩轩还报过警 石某这个人呢 性格很暴躁 说不定 就会为这个事杀人了 民警说 要说这个时间倒是算得上 是有些可疑啊 根据这个村长媳妇提供的消息 民警立即驱车 盖普林村 去这个玉彩轩的老家 就找到了在这个田地里啊 正在种地的石某了 听说 玉彩轩被人杀害了 这石某显得颇为兴奋呢 这婊子 我就知道他迟早的被人杀掉 死得好 太好了 民警一听啊 大师一惊啊 说案发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石某大师一惊就说了 不会吧 民警同志 你们怀疑是我杀的呀 哎呀 我倒是真想杀这个 见钱眼开的婊子 但是 警官 我呀 得有家庭要养 不会做这种事呢 案发的时候 我在家里看球赛 家里人都知道 对了 邻居两个小伙儿啊 也在我家里看比赛 喝啤酒 他们可以作证啊 林警说 这个事 真不是你做的 石某说 警官 真不是 他妈的 今年初 我听说那玉彩轩 打了我的孩子 我当时真想一把把的掐死啊 我们两个呀 从小一起长大 每次有人欺负他 我都站出来保护他的 没了他 那我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呀 没想到 这娘们长大以后 他贤偏爱父 嫁给了那个赤脚医生杨磊 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发生关系了 警官 我想想人保守 我当时认定他就是我老婆了 做梦也没想到 他会嫁给别人 刚开始的时候 那我真的受不了啊 天天喝闷酒 知道他打胎了以后 我还去他店里闹了几次 还被你们拘留了几天 后来我也想通了 杀这种女人 真不值得 那我自己还有老婆 还有两个儿子呢 我要被枪毙了 那我家人 谁来养啊 民警说你真的 这么容易就想通了 石磊又说了 其实啊警官 咱们都是男人 对吧 有些话不防止 跟你说 他那女人 我睡也睡过了 说来说去 我也不算吃亏呀 就这种水性洋滑的女人 就算我结婚也过不长 她早晚得偷汉子 我现在这个老婆呀 虽然长得丑一点 但是性格好 人品好 要体贴人 比那玉彩娟 要好十倍 警官 我想清楚了 所以我的怒火也就没了 根据民警的调查 这个姓石的呀 道远没有说假话呀 根据事件表明 密门惨 发生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 而这个 林家的两个小伙儿 作证啊 当时他和这石某啊 一起 看球赛 直到九点钟才结束 显然 石某啊 没有做案时间 根据脚印的比对 石某不是做案的歹徒 歹徒的个子呀 也有一米八左右 但是 没有一米八五的 石某那么高 石某啊 是高授 歹徒呢 则是颇为粗壮 应该是个虎背 熊腰的大汉 那么 还有谁可能杀了 杨家的八口人呢 走访村民 出不了解 杨磊 杨姐兄弟 作风啊 还是比较正派的 他们兄弟平时都在家里务农 采药 一年呢 只有三四个月呀 是在县城里接办行医的 那么 会不会是两个人将什么人给致死了 家属来进行报复呢 民警怀复调查 否定了 这种观点 说来 搞笑啊 杨家兄弟也不是名医 只是江湖医生 病人来找他们治病 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 如果 治不好啊 病人 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十二人当中 有两个人治好了 那杨家兄弟就成为神医了 那 得被病人感谢呀 而杨家兄弟呀 也不能治什么急症 主要治疗啊 几种慢性病 话说呢 也不存在害死人的情况 所以呢 杨家兄弟 也没有什么 看病的仇人 这个期间呢 发现人头的 张大爷呀 就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 会不会是杨洁的小舅子 杀着人呢 张大爷是这么说的 我呀 是杨洁的邻居 我呢 是从小啊 看着他们长大的 对他呀 很了解 杨磊这小子呀 他比较蔫儿 不爱惹是生非 杨洁脾气呀 不太好 婚后啊 经常殴打他的老婆 而且呢 有一次啊 打断了老婆的两根肋骨 还有一次啊 把他老婆的手臂呀 都给打骨折了 为此呢 这个杨洁的两个小舅子上门 将姐夫是打了一顿 将姐姐给揪走了 费然离婚了 杨洁呀 靠这个行贿熟人呢 一分钱也没有给前妻 就把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呢 给要回来了 前妻呀 为此是非常痛苦 生活也是非常困难 杨洁的一个小舅子 是县城里边的闲人 是个小会会 他曾经啊 就放话说 要给前姐夫厉害看一看 这种人呢 可以说是 敢说就敢做呀 姐姐被杨洁搞成这样 杀了他 也不是不可能啊 哎 那你说会不会是这个小舅子干的呢 您就认为 这个可能性啊 不大 为什么呢 你说小舅子就算是来报复 那总不可能 他把杨洁的两个女儿都给杀了吧 这是他姐姐的孩子呀 但是即便如此啊 该调查的 还也是需要去调查 民警呢 就去找这个杨洁的小舅子 但是结果呢 却颇为意外 为什么呀 大概在一个月前呢 这个小会会啊 采用了现成的一场打群架 被人给捅了一刀 这一刀伤得不轻 目前这小舅子还在医院进行治疗呢 那不怎么能下床活动啊 显然呢 这些案子不可能是他小舅子所为 然而民警和杨洁前妻聊天的时候 却意外的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杨洁的前妻 颇为吃惊的说 开什么玩笑啊 我弟弟现在都靠我伺候 他连下床去厕所 都让我扶着走 还能去杀人吗 不会吧 现在还没人告诉你们 可能是谁干的 我明白了 警官 大家都怕得罪人 不敢说呗 我不是他们村的 我孤身一个人 我不怕人报复 我女儿被人杀了 我要为他们讨回公道 杀人犯 十有八九 就是简文明 民警一听简文明这个名字就说了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杨洁前妻就说了 警官 这个简文明呢 和那个玉彩娟那个骚货不干不敬的 还为此判过刑 你们查一查就知道了 这个简文明 就是杨磊家的邻居 两家相隔一米 两家围墙 是靠在一起的 简文明这个人呢 我认识 听粗鲁的 性格火爆 好冲动 这家伙和我前夫杨洁不一样 杨洁只是敢在家里打老婆 可是简文明呢 经常在外面打架 性格特别硬 不过简文明呢 也不是什么地痞流氓 就是性子烈一些 本来啊 这简文明呢 和杨家的关系还不错啊 毕竟 坐了几十天邻居了 两家还有一些远房 亲戚的关系 不过 这家伙 和我弟媳 欲彩圈 搞出事情来 因此 被判了五年徒刑 民警说 被判了五年徒刑 你讲讲 这怎么回事 杨洁前妻就说了 尽管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 披萨的地方 谁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啊 其他村民怕得罪人 才不愿意跟你们说的 其实啊 两个人的事情啊 村里谁都知道 我前夫和他弟弟杨磊 每年有三四个月 都在县城里开诊所 他们用的这个中药啊 每年呢 就只有这几个月 才开花 有药效 每次到了这个时间 他们就不在家了 一个呢 在诊所里 看病加班 一个就去山里采药 这时候 诊所的病人多 生意特别好 那中药根本就不够用 而这几个药方啊 那是他们杨家祖传的 他们兄弟两个人 从来不够用别人 去加工药材 都是亲手去搞 就怕他们的秘密被泄露 这几个月呀 他们根本就不回家 都住在他们诊所里 我和杨洁结婚 也十多年了 孩子十四五岁了 还能守得住 玉彩娟这娘们 两眼水汪汪的 我第一眼看她 就知道 她不是什么好货 狐狸精 我们是轴里 平时接触还比较多 经常一起聊聊天 我发现 这个玉彩娟的欲望 特别强 和我不一样 还懂得不少东西 有一些 我都没有听说过 我觉得 警官 她在嫁给杨磊之前 怕是有过别的男人 杨磊那个人 娘娘的 应该不懂那些东西的 这个玉彩娟啊 经常和我说一些 那些方面的事情 还说杨磊太娘了 那方面不行 我说杨洁也不行 不过 我呢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她笑话我 她说我太保守了 说女人男人 其实都一样 一辈子 还不就吐了痛快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警官 但是 我也没有接她的话茬啊 明警说 你说来说去 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要老说这种事啊 杨洁前妻就说了 警官呢 你听我说完呢 玉彩娟私下里跟我说 她和那个邻居 简文明的老婆 比较谈得来 简文明的老婆呢 是一个挺粗俗的 二十多岁的农夫 两人经常在一起 就说那种事 警官 她说简文明的老婆说 她老公 貌不惊人 但是那方面 特别厉害 说她都很害怕 每天干活回来 都很累 就找借口躲着她 说到这些事啊 我觉得那个玉彩娟啊 她是挺羡慕的 我就开玩笑了 我说那你和那简文明 去搞一次 你看她老婆说的 是不是真的 没想到 警官 她真的这么做了 明警说啊 你不是说简文明 为了玉彩娟 坐了五年牢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杨洁的前妻说了 警官 这事说起来不复杂 在四月份时候啊 这个玉彩娟啊 趁着老公不在家 偷偷的就把那简文明 喊到家里 两人就做那种事了 看来呀 简文明那方面 真的挺厉害的 那玉彩娟啊 是玉霸不能 后来又偷偷摸摸的 来了几次 这事啊 第一呢 是那个玉彩娟的爷爷知道 毕竟老人家就住在家里 有些风吹草动的 他都知道啊 第二呢 是个村民 有一天晚上回家 他看到那个简文明呢 就偷偷的 从杨磊家溜出来 这种事啊 警官 那是传的最快的了呀 几天呢 就传遍了全村了呀 连我们杨家人都知道了 只是杨磊啊 他自己不知道啊 民警说 啊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 杨洁前妻说 警官 杨洁很快知道这件事了 他特别生气 他觉得他弟弟啊 是找了个淫妇 摆回了门峰 他找了弟弟杨磊说这件事 我说 老公 这事不好告诉他呀 万一两个人离了婚 双方都会记恨你的 杨洁说我放屁 他说我们女人懂什么 他说难道 就看着我弟弟做王八蛋吗 没想到 那个杨磊呀 非常窝囊 竟然不愿意承认 他老婆是那种人 说呀 我看他结婚后挺规矩的 肯定是简文明 那个王八蛋勾引我老婆 没勾到手呢 就乱造谣 想污蔑他 我老公见他弟弟这么说 也不好说什么 结果呢 九月份又出了一件事 警官 明天说出什么事了 赶紧讲 杨洁前妻就说了 警官呢 自从杨磊怀疑这件事之后啊 玉彩娟呢 倒是不敢和那个简文明呢 公然的在一起了 和简文明呢 就搞保持距离了 反正呢 那玉彩娟就是个糟货 他就是为了那方面痛快 才和简文明搞上的 根本就没什么感情 可是没想到 那个简文明呢 倒是动了真感情了 经常啊 去纠缠玉彩娟 村子里啊 都在传一件事 好像啊 是简文明后来 自己说的 九月的时候啊 有一天呢 简文明呢 趁着杨磊不在家 他又跑到这个杨家 要和玉彩娟 发生关系 玉彩娟不肯了 说我老公马上回来了 你搞什么鬼呀 简文明一时冲动 就霸王硬上弓 强行就把玉彩娟 按在床上 就发生那种事了 玉彩娟开始抵抗了一下 把这个简文明的手 都抓了几道血痕呢 结果两个人刚完事 杨磊就回来了 简文明健壮 赶紧拿着衣服跑出去了 杨磊听到动静冲进来 就看到简文明 光着膀子跑出去了 然后他又看到了 这个床上的不同啊 异常啊 他呀 也不傻呀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警官 你想啊 再大度的男人 到了这种时候 哪里忍得住啊 杨磊啊 拿锄头就追出去了 就要打那个简文明 但是杨磊又瘦又小 哪里会打架呀 他不是简文明 那个大汉的对手 双方打了一会儿 简文明就占了善风 杨磊一看打不过他 就只能先回去了 警官 当时村里很多人 都围观看热闹 都知道出什么事了 杨磊回家以后啊 怒气未消 就对玉彩娟 抽了几个大嘴巴 抽马了一顿 说要离婚 让滚出去 这一次啊警官 这杨磊可不是开玩笑的 闹得太大了 全村都轰动了 他自己呢 又没有台阶可以下了 就只能离婚了 不然以后 没有办法见人呢 玉彩萱 当然不同意了 就把责任 都推给了那个简文明 说是被简文明给强奸了 民警说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为什么要说被简文明给强奸了呀 杨磊前妻说了 警官这事不明摆着呢吗 那玉彩娟啊 是个耗时懒做的人 除了有一点姿色以外呀 什么事都没有 他开了个服装店也不挣钱 养活不了自己 平时呢 他也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经常把店关了 自己呀 去吃喝玩乐 他和他爷爷 都得杨磊养活呀 如果杨磊不要他 他什么就都没了 然后再顶着 那荡妇的名声 他想再婚都难呢 那个简文明 是有老婆的 夫妻感情还不错 也不可能娶他呀 况且呀 就算简文明离婚娶他 那简家和杨家相差的 可十万八千里呀 玉彩娟啊 怕是你要和简文明的老婆一样 下地干体力活 他当然不愿意了 而且 之前那一次 警官 确实是简文明呢 强迫他的 所以呢 玉彩娟就说 被简文明给强奸了 还给他老公看 他手上和腿上那些捏痕 民警说 那杨磊就相信了 他老婆说了话了吗 杨洁前妻说了 警官 那杨磊呀 虽然有点笨 他也不傻呀 他一开始啊 有一些怀疑 其实呢 他内心深处啊 知道他老婆是什么样子的人 知道他老婆欲望强 老婆出轨 那是预料之中的事 可是 没想到 玉彩娟的爷爷 突然站出来了 说他亲眼看到简文明 强奸了自己的孙女 愿意作证 民警说 这老爷子为什么这么说呀 他不知道 玉彩娟和简文明通奸的事情吗 杨洁前妻说了 警官 那老头都快八十岁了 需要人养啊 玉彩娟啊 有什么本事啊 那还不是靠杨磊养着他吗 如果两个人离婚了 那老头就惨了呀 老头为了自己 要维持孙女的婚姻呢 所以这边呢 杨磊就没主意了 就和我前夫杨洁商量了 他说起来 警官 我前夫啊 杨洁啊 这混蛋呢 就是喜欢给人乱出点子 我就说呀 他迟早会惹祸呀 他说了 这事不管是不是强奸 说你也得去告 现在村里啊 都知道这件事了 那以后我们杨家怎么见人呢 腰杆子都应不起来呀 你必须得把那个简文民呢 给搞垮了 没有第二办法 听了他哥的话 杨磊第三天呢 才去报警 民警说 因为这个事 简文民就被判了五年通刑吗 杨洁前妻说 那肯定啊 尽快那床上有简文民的那个东西 玉彩圈身上还有伤 简文民有伤 玉彩圈的爷爷还可以做人证 所以啊 简文民呢 就被警方给抓起来了 就以强奸罪呀 被判了五年 这事啊 在咱们的村里呀 传的是沸沸扬扬的 有一些村民就说 杨家兄弟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阴了简文民 说简文民不是什么好东西 通玉彩圈 也指通奸呢 闹大了以后 玉彩圈 金蚕脱鞘 反咬一口 让简文民去坐牢 也算够狠的了 后来我听说呀 简文民呢 在监狱里表现很好 坐了四年牢 就被释放了 民警说呢 我们也听说了 这简文民坐牢的时候 他家挺惨的呀 杨洁前妻一听就说了 是啊 静官呐 简文民家呀 本来就穷 这下子彻底败了 家里呢 没有了男性的劳动力 他老妈呀 没钱看病死了 剩下一个77岁老爸 还有两个孩子 简文民的老婆没办法 就让14岁的女儿辍学 再加上11岁的儿子 三个人 天天呢 靠给一个工地里挑黄沙 赚点生活费 那这重体力活啊 他老婆呢 勉强的干得了 那两个孩子 根本吃不消啊 据说呀 简文民呢 一年前回家之后 看到他未成年的儿女 在工地上 和一群壮小伙儿 再挑黄沙 他当时抱着儿女呀 就痛哭了一场 发誓就要报仇啊 静官呐 简文民这个人 可不好惹呀 你看他眼睛里 就时时露着胸光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 他估计知道 我前夫在这里边 没起好作用 就顺手也杀了他们全家呀 静官 我要是没离婚 他肯定也会被杀了呀 可怜我的两个女儿啊 民警说不对呀 你说如果简文民 要报复的话 那为什么他出狱之后 隔了一年才报复啊 杨洁前妻说了 警官 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和杨洁 几个月前离婚以后 我就搬出去了 不听说呀 简文民呢 一直和他老婆 在工地里条沙子 穷归穷 那日子还得凑会过下去呀 要不你们去问问他老婆得了 这个时候啊 民警呢 已经搜索了简文民的家 果然 他们发现了 简文民失踪了 家里还丢下了一把斧子呀 通过 通过对比足印 简文民 同现场协议 完全一致 现在可以决定 简文民 有重大的作案协议 警方一面啊 开始全面通缉和搜山 一面就调查 简文民的老婆 这个29岁的女人呢 两个人关系不寻常了 简文民有段时间 经常趁着杨磊不在家 跑到玉彩娟那里去 我们两家当时很熟的 关系也好 我开始没觉得什么 时间久了 我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他们两个人 经常被人嘻嘻哈哈的 我几次 还看到他们两个 互相摸来摸去的 还亲嘴的 有一次 我和孩子去了娘家之后 我特意的提前回来 我进了家门之后 我亲眼看到玉彩圈的 衣服都没有穿好 我非常气愤 我就骂我丈夫说 你是不是和那个骚货搞账了 我丈夫是个很粗鲁的人 他说搞上了又怎么样 谁让你没事就躲着我 一个月才两三次 我受得了吗 现在外面有个女人愿意 说我管个屁呀 我特别生气 就和他大闹过几次 不过我们乡下女人 一般是不会离婚的 况且我们有两个孩子 我曾经单独 拦住玉彩圈 我骂过他 没想到他根本不承认 还说我胡说八道 说他和我老公根本没那种事 说我再胡说 他就撕烂我的嘴 不过我没想到 玉彩圈这个女人 竟然靠我丈夫强奸 结果我丈夫坐了四年牢 尽管这四年我太苦了 我上面有公婆 下面有孩子 我二十多岁一个女人 带着两个孩子 和人家二三十岁的男人 一起挑沙子 我小儿子才十一岁呀 肩膀都磨掉了几层皮呀 我心疼的哭了好几次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要吃饭呢 你也想说 那我问你 简文明有没有说过 要报复的事情 简文明老婆说 警官 他肯定说过呀 还说要去上级机关讨说法 说自己没有强奸管人 他还说呀 自己不知道和玉彩圈 都说过多少次了 怎么就变成强奸了呢 我劝他说呀 官子两个口 你没有关系又没有钱 你逗得过杨家吗 不如好好地过日子 养大两个孩子吧 他就听了我的话 和我一起去挑黄沙了 让孩子去上学了 他身体好 能吃苦 能干活 家里情况就好了不少 不过 警官没过多久 我又发现 他和那个玉彩圈 又搞在一起了 民警说不会吧 还有这种事 他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简文明老婆说了 警官 我听亲戚说 曾经看到我丈夫和玉彩圈 在县城里面的面馆里吃饭 我回来以后质问他 他说确实有这回事 他说不过 是他想让玉彩圈 还他清白 才去见他的 我说这种女人 就不是东西 怎么会帮你呢 以后你别见他了 我丈夫也同意了 说以后不去找他了 没想到 也就是几天前 杨磊家突然少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报警了 警察又找到我老公 说玉彩圈那个女人 坚决可能是我老公偷走的 因为两家有仇 我丈夫气得要命 认为这个玉彩圈又要害他 案发当天 他情绪就不正常 干活回来 就一直喝闷酒 我带着孩子先睡了 第二天起来 听说杨家被灭门了 我一看我丈夫不在家 鞋也没了 还少了一把斧头 我就知道 十有八九 是他干的呀 显然 这个简文明 很有可能 就是杀害了两家的杀人犯 于是警方掉落大量的军警 开始进行搜山 而且还悬赏抓捕 短短四天之后 有位民警 在这个小镇巡逻的时候 就抓住了衣衫褂褂的简文明 简文明是没有抵抗 对杀光杨家八口人的事实 他共认不贵 民警说 小文明 我们去过你坐牢的监狱了 管教干部 听说你杀了人全家 根本不相信 他说你在监狱里边 表现得特别老实 拼死拼活的做工 就是为了早点出来 好好过日子 他们不相信你 会做这种灭门的事情 你说说看 到底是为什么呀 监文明说呀 警官呢 我就是为了报复 不杀他们全家 我这口气出不去 我实在受不了 我宁可呀 与他们同归于尽 民警说了 那你 就是为了强奸案的事情了 监文明说 不全是强奸案 这个娘们 和他家机口人都太阴险了 一开始 这个娘们 故意的勾引我 那段时间 他经常趁着我老婆不在家的时候 找我说一些黄色笑话 我也不是毛头小伙子 我看他那副样子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两个人呢 很快就搞上了 最后那一次呀 我不知道 我们发生多少关系了 他说他老公杨磊 马上要回来了 一开始 他确实抵抗了 后来呀 就配合了 没想到杨磊 真的回来了 我们还打了一架 当时半个村子人 都在围观 都嘻嘻哈哈看热闹 这事闹大了 我也没有当回事 我认为自己最多就是个通奸 属于道德问题 没想到 两天后啊 他就和他丈夫告我强奸 我就被抓起来 被判了五年刑啊 尽管 你知道这是花案 进了监狱以后啊 我被老头啊 欺负的厉害呀 日子过得 连狗都侮辱啊 我进去了之后 家里呀 没有人管 我妈就病死了 我就靠我老婆和孩子 做苦力为耻 我出来以后啊 曾经去找玉彩娟算账 这娘们很会演戏呀 她哭着求我原谅她 她说啊 是她丈夫杨磊 和她大伯杨洁 逼她污蔑我强奸 说如果她不做 杨家就要把这事闹大 让全市人呢 都知道这个事 她实在没办法呀 才被迫 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明显说 她这么一说 你就信了 你是不是傻呀 建文明说 警官啊 我是被感情冲昏了头 对财娟啊 我确实是很有感情的 我觉得呀 真正的爱情 这是我和玉彩娟之间的 我和老婆是介绍认识的 没有那种感情 看到玉彩娟可怜的样子 我就原谅她了 还和她吃我几次饭 民警说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杀人呢 建文明说 我有一次啊 去服装店找她 被她丈夫杨磊看到了 玉彩娟为了洗清自己 就报警说呀 我骚扰她 民警啊 就把我呀 找去叫去了一通 让我以后啊 离这个玉彩娟啊 远一点 她说行马释放 就去威胁被害人 兴致恶劣 小心呢 抓去劳交一年 我很生气呀 玉彩娟为了洗清自己 她呢 就背后里说坏话 我很生气 可是我想到 她可能是被逼的 我就没在意 没想到 三天前 警察又突然找到我 说杨磊架 丢了存值和现金 玉彩娟 说是看到我来过他们家 怀疑是我偷的 我当时根本就不在家 一直在附近的工地干活 怎么能说是我呢 这一下子 我明白了 玉彩娟根本就是在演戏 她是怕我报复她 又是向我求饶 又是暗中害我 工地老板听说 我偷人家东西 就决定不让我再继续干了 我辩解说 你可以到村里边打听打听 我连别人一针一线都不拿的呀 老板说 警察都调查你了 还不是你吗 这样我连体力活都干不了了 工作都丢了 你说警官 这不是要对我赶尽杀绝吗 民警说 就这样 你就下手了 简文民说 警官 当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老婆也不管我 自己睡了 我看这家呀 家图四壁 冷冷清清 不成样子 是村里最穷的 可是对面那个杨磊家 灯红酒绿 嘻嘻哈哈 过得那么滋润 在酒精的刺激下 我怒从胆边生 再也忍不住了 我拿了一把斧头 直接就冲到了杨磊家 一脚踢开了大门 闯进了他家的客厅 我知道 他们晚上 一般都会在这里看电视 我拿着凶器冲进去 杨磊顿时就怂了 吓得都站不起来了 他又问我干嘛 说句话好好说 我大吼了一声 我说你妈的说 我迎头一斧子 就把他砍倒在地 铁铃杆都被我劈开了 与彩卷健壮 大声喊杀人了救命啊 不过电视机的声音很大 没人听得见 我又一斧子 就把玉彩卷给砍倒了 又对他们两个人连砍了好几下 旁边他们的女儿和侄子 吓得站在旁边哇哇的哭 我傻红眼了警官 我一斧头一个 也把他们都给砍死了 我又去卧室 找玉彩卷的爷爷 这老家伙做伪证 说他看到了我强奸的孙女 没想到他不在卧室 我一摸被子还是热的 我知道应该没跑多久 我挨个房间去搜 在柴房里边找到他 我一斧子砍死他 杀死了他们五个人 我还不解气 我急斧头就把玉彩卷人头砍下 丢到门口的臭水渠里了 我一开始考虑逃走 可是我又想起杀了我人 肯定要被枪毙了 而陷害我的杨磊大哥杨洁 还在村里 我一不做二不休 三不怕结怨仇 我干脆把他们一起杀了 我拿着斧子 踢开杨家的家门 一斧头一个 把两个看电视的女孩子砍倒 随后我冲入卧室 杨洁穿着内裤 刚刚坐起来 惊呼说道 你干嘛 来我家 我迎念一斧子 就把他给劈死了 哼 话说杀了八人以后 我呢 逃上了山 我身上没有钱 家里也没有钱 肯定逃不掉了 我呢 也没有正经夺 很快就被你们抓住了 话说呀 简文民做些灭门惨 杀死八人 当然是要被枪毙的 现在呀 早就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啊 如果最初没有简文民和玉彩圈的奸情 又怎么会有这三家的家破人亡呢 再到这里啊 老刘忍不住 说一句顺口溜啊 国政天心顺 官清民自安 七贤夫或少 子孝 负心宽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